《京中百亭》 据传是生长在风波亭盼的一棵大柏树 岳飞在风波亭被害后 这棵柏树也跟着枯萎变成化石 将而不倒达六百多年 后人把这些化石收集起来渐停陈列 让他永远陪伴着岳飞的中魂 百树化石都没有树皮 显得十分光滑 这还有一段传说呢 当年太平天国反抗腐败的清朝政府 攻入杭州后 不少士兵突然生起病来 由于请义无效 很快传染到全军 中王李秀成十分着急 但又苦思无忌 不觉府岸昏昏睡去 在朦胧中一阵阴风过后 只见岸前站着一位 头戴金盔 身穿白袍的威武将军 只说了两句话 若要兵将身全域 请上风波取树皮 李秀成惊醒过来后 立即派人往风波亭取来树皮熬药 重将士喝了以后 果然药道病除 不久 清军也得了同样的病 正心恐后地取来树皮熬药 结果当然是越喝病越重了 所以老百姓高兴地说 是越老爷又显灵了 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岳飞的仰慕之心 和怀念之情 在岳飞墓前涌到的南北两郎 共陈列了碑石一百二十五方 北郎是岳飞手写的墨迹课石 秦哲表彰等 最为著名的是满江洪子和岳飞录写的 前后出师表等 南朗为历代名人平调岳飞诗词 和岳庙历次重修的历史文献 其中明代书画家文征明的满江洪子 尖锐的指出高宗是谋杀岳飞的主谋人 院落东南照壁上有京中报国四个诸红大字 是明然红朱所写 这个国字恰恰少了一点 是当时南宋国土还不完整 所以红朱故意漏写了这一点 川国院落就是岳飞木雀 前面的小拱桥叫京中桥 桥侧有一小景名中泉 进入门楼便来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飞木 岳飞被害后 大理寺有个名叫奎顺的狱卒 处于义愤 冒死偷出岳飞的遗体 埋葬于前堂门外 久屈从此旁 又用御环为培训 目前种了两株枯树 立一块假艺人墓碑 既作为标志 又可以遮人耳目 后来宋孝宗下诏恢复岳飞官职 并以离改葬岳飞遗害于县职 这时离岳飞被害之日 已经有二十一年了 那时奎顺已不在人世 但他临死前 把迎葬岳飞经过和葬地 详细地告诉了儿子 因此人们才得以准确无误地 找到这位含冤屈死的英雄的遗骸 岳飞墓 坐西朝东 墓上风土圆形 用条石弃圈 泥顶上青草离离 墓前有石栏维护 墓碑上书写的 宋岳岳岳王墓五字 岳王是宋宁宗于嘉台四年 岳飞被害六十三年后追封的 左侧为岳云的墓 墓碑上书 宋冀忠侯岳云墓七字 冀忠侯是宋宁宗于嘉定四年追封的 恰逢岳云被害七十周年 墓道两旁陈列着三对明代石刻翁众和梁祖牺牲 现在的石望柱是最近重修的 上面刻有古人的名脸 正邪自古同兵探 毁育于金 叛尾镇 由著名书法家沙梦海先生重书 整个墓园古百森森 气象肃木 令人肃然起敬 墓学厦门洞两侧铁栅栏内 面对岳墓 樊姐双手跪着的 便是遭万代唾骂的 秦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